市民過關去到羅湖的商業城 駱馬洲之線接通了深圳地鐵的黃岡站 所以日後市民由駱馬洲通過福田口岸之後 可以接駁黃岡站的地鐵 去到深圳市不同的地方 現在看到畫面就是 載住唐英年和田北神的專列到站 在下 airborne駱馬洲中 蘇格蘭西列克星 隨著專列通過 諾馬洲支線可以說是正式通車的 市民可以在下午 可以搭到這條新的諾馬洲支線 列車上有政務司司長唐英年 和九鐵主席田北辰 在月台有廣東省常務副省長湯丙拳 和深圳市市長許忠恆迎接他們 一起出席等待的開通儀式 專列現在開門了 準備迎接主例嘉賓下月台 諾馬洲支線是香港第二條過境鐵路 直通深圳西部 平均每兩班去羅湖車 一班會去諾馬洲 現在隨行的一班主例嘉賓 已經到了羅馬洲站的月台 準備走上開通儀式的現場 今天的開通儀式會有 港方的主例嘉賓 和廣東省方面的主例嘉賓 港方的有政務司司長唐英年 和九鐵主席田北辰 等待他們都會支持 而廣東省常務副省長湯丙拳 和深圳市市長許忠恆也都會支持 在羅馬洲支線上廣東省 全長7.4公里 耗造價大約100億元左右 由尖東站到羅馬洲站大約9個小時左右 上水站出發大約6分鐘就行了 繁忙時間10分鐘就一班車 非繁忙時間就12分鐘左右 大家看到的是開通儀式的現場 主例嘉賓已經是就座的了 準備迎接唐英年 和田北辰一眾的主例嘉賓到場 羅馬洲支線和福田口岸今天啟用 羅馬洲車站的出入景安排 和羅湖口岸是有不同的 有梁靖雯講一下 五層高的羅馬洲總站出境 和入境關口都設在不同的流程 出境的乘客坐羅馬洲支線 到了月台之後 要再搭電梯落一層 先去到出境大堂出境 由深圳福田回香港的話 過了香港關口之後 就要上一層先去到售票署 買票或者用八達通入閘 之後又要下多層去到月台搭車 安排給現在羅湖口岸的繁蜂 九鐵華已經制定了應變計劃 在通車當日加派職員 在站內應付人潮和協助乘客 其實除了我們本身車站 動員了所有我們的員工 在當日都會是當席之外 我們亦都僱用了一些臨時的客務大使 有些兼職的員工 分別是我們的出境大堂、月台層 和我們的售票大堂 都會分佈我們所有的職員 我們會遍佈整個站所有的角落 即時提供一個最快的方法 去服務給我們這些乘客 五羅馬州至線 在星期三下午正式通車 頭班車3點15分在佔東站開出 大約4點到羅馬州 乘客可以在東鐵圓線各站 選擇坐往羅馬州列車 或者往羅湖列車 為免乘客搭錯車 九鐵會在各個車站加強宣傳 我們在上水車站 有一個特別的安排 就是所有排隊的地方 都是分開了綠色和藍色的排隊格 綠色是來諾馬州 藍色是來諾湖 而排隊格的上邊的地方 我們放了好 每個格上都放了一些顯示屏 顯示屏會把我的車的目的地 顯示出來 五九鐵說通車前三天 會連續試車為列車做最後測試 至於車站運作和員工 都已經為通車準備就緒 亞洲電視記者梁靜文報告 造價一百億元的羅馬州支線 由尖東到羅馬州站 單程票價三十六個半 車程要四十五分鐘 由袁安琦介紹一下 羅馬州支線啟用之後 市民可以直接搭東鐵 在羅馬州站下車 用新的過境管制站往返內地 由尖東站出發就要四十五分鐘 由上水站去到羅馬州站 車程就只需要六分鐘 不過不是每一架冬鐵列車 都可以以羅馬州站為終點 在繁忙時間就每十分鐘 才有一班列車去羅馬州 非繁忙時間就大約十二分鐘一班 票價方面 由尖東至到羅馬州 單程要三十六個半 由上水至羅馬州站就要二十元 跟去羅湖的收費一樣 市民想用新口岸過關 除了搭東鐵 還可以搭巴士、專線小巴或的士 九巴的B1線星期三會投入服務 由元朗西鐵站出發 途經元朗大馬路、新田公路 終點站在洛馬州 每程收十元 九巴會提供轉乘一位 另外搭元朗的專線小巴七十五線 亦可以去到洛馬州交通交匯處 全程就收六元 管制站啟用初期 每日通關十六個鐘頭 由上午六點半至到晚上十點半 亞洲電視記者袁安琪報導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再次看看開通儀式的情況 我們就結束了 我們今晚期看 我們來看 我們 irmãos 各個班 我們先到晚 我們來看